主要就是做了一些,像包含计算成绩,另外还有多重跟颜色,另外还有加框线部分,加框线有加实线,加红色,加粗体,另外还可以加一个红色实线的部分,双线部分,那这些我想都是上个礼拜的重点,所以回去的话,假如有一些问题的话,讲义里面都有答案,可以试着跟着做, 如果还是做有问题的话,可以跟着影片上面细部来说明,另外最后我们是讲到启动表单,启动表单的话,其实就一行程式,叫home,home就是这个表单的名称,home.show,它就秀出来,那如果你要把它隐藏的话,就是home.high,high就是把它关起来,show就把它打开,所以可以利用show跟high去开跟关,OK,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做第二阶段,就是说,做完表单之后嘛,那我希望怎么样,可以输入资料之后呢,自动帮我填资料到哪里呢,到这边,总共有姓名一直到底下的这三个层级,所以姓名到底下这个层级,当我按新增的时候,它必须要帮我把它填上去,所以一个罗布,一个坑,分别把它填上去就OK了,那怎么样把资料做转移啊,实际上呢,你要告诉它说,啊,你第一个, 这个里面的testbox1里面的资料,放在那个最下面一列,有没有,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由A2去向下追踪,追踪什么呢,追踪最下面一列是7,但是我要新增资料是它的下一列,所以你必须把它加1,OK,那我们就得到应该要从哪一列开始,那有哪一列之后的话就有哪一栏,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要撰写层次的话, 一,一样先切到那个上个礼拜的开发人员的visual basic,二的话呢,找到那个我们的表单部分有个home,那你把home点两下打开来,打开来之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撰写对应的程式,那对应的程式的话,基本上就是,特别重要,程式写在哪里啊,因为表单呢,它跟那个,一个概念叫事件驱动很有关系, 所谓的事件啊,就是当什么状况发生的时候,执行哪一段程式,OK,所以基本上啊,请你在那个按钮上点两下,快点两下之后的话,那各位可以看到啊,所谓的事件啊,指的是后面这个click,也就是说呢,前面前面的东西,这个按钮叫commend button1啦,这是它的名称,底线后面就是事件,意思就是说呢,当按钮被click,click就是点 滑鼠一下的时候,那去做什么事呢,就是把程式写在它的中间,那这个中间里面要做什么呢,基本上啊,我们是把什么呢,把那个我们表单里面的哪一些呢,所以我把表单再打开一下,表单里面的这一个,那这一个的名称叫什么呢,这个名称叫testboxe有没有,第二个2,3,4,如果你那个顺序啊,假如没有错乱的话,应该会是什么呢,这个这个名称呢, 叫testboxe有没有,那底下的话呢,就分别是2,3,4啊,不过有可能有种情况是你可能重做了,可能会顺序不对,尽量改成1234就对了,ok,testbox1234,那我要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填的资料呢,转移到我们的那个e-sale里面的话,那做法是这样,一先再click两下,二的话呢,假设我今天第一个,要把什么呢,把那个e-sale里面的话,那做法是这样,一先再click两下,二的话呢,假设我今天第一个,要把什么呢,把那个e-sale里面的话,那做法是这样,一先再click两下,二的话呢,假设我今天第一个,要把什么呢, 这个testbox1的资料,丢到这个,这个最下面列,那我不知道最下面列在哪里吗,我们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个 增测的方式,增加一个变数叫r,r等于什么呢,r等于从range,a2去帮我追踪 a2,那追踪的话呢,就向下追踪,点什么,点end,向下追踪,前刮虎,然后呢,向下 然后后刮虎,点row ok,然后enter两下 enter一下就可以了,换一行 那这个时候会抓到什么呢,抓到这个向下追踪,回来应该是7 可是我要填的资料应该是第8,所以记得后面把它加1,加1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说我要填到第8列,r等于填到哪一列的意思 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在底下呢,加上什么呢,加上sales 因为我要把表单里面的东西丢到储存格 VBA的概念是这样,后面丢到前面去,中间加一个等号就可以了,所以sales 前面就是什么,r列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帮我把那个testbox 1里面点test 里面的文字 因为文字方块里面放的是文字,你要把资料 调用出来的话 必须要在后面加一个属性,叫test OK,点一下有test 然后呢,enter一下 OK,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帮你怎么样了 把第1个姓名的输入资料呢,直接丢到第1列的下面 那意思类推啦,所以Ctrl C 一样的道理,贴上2个 3个 4个 那后面的话,当然你可以怎么办 testbox1改成2 然后呢,改成3 改成4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了,再把ABCD 改成不同栏位 那意思就是说呢,反正你填什么呢 我就帮你把它 把它丢到 那个最下面一列 的ABCD 栏 OK,好,成字写好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啦 那如果要确定的话,你可以按上面执行 或者起,再把它启动表单,我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之后的话,我们来试试看 假设我今天随便输入一个AAA的学生 Enter之后的话呢,填入他的 乘机 随便输入几个乘机 然后当我按下新增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真的帮我把 这四个东西呢 填入到哪里呢 填入到 这边 OK,所以直接把它点下,按新增 按下去 各位可以看到 AAA 78 98 65 有没有,全部填完了 但是呢,我们还缺几个功能了 第一个,后面还有平均成绩 后面还有合格不合格 后面还有那个多重的判断 所以后面这三个 这三个栏位 基本上不是输入的 是我们自动帮他算出来 那我要怎么把它算出来呢 基本上呢,我们后面程式 接着继续来看 后面还有嘛 再来就是什么呢 把 什么呢,后面 二三四的成绩 帮我做什么呢,做加总之后再平均嘛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平均的话 然后平均之后丢到哪里呢 丢到那个 第一栏里面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可以 把这个地方 这个Ctrl C 然后贴到这个后面,把这边改成D D改成1 1栏 1栏等于什么呢 等于 就是 后面三个 二三四 里面的资料 这三个 这三个资料呢,帮我把它相加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取得 TestBuds2里面放的是第1个成绩嘛 第1个成绩,他抓过来的 因为他是一个Test Test顾名字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直接拿文字来相加的话 有没有,他会变串接 有没有,他可能98 串 加 他变成串接,变成78 变成9878 啊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前面 加一个转型的函数 叫 C INT CINT指的就是 帮我把它转成整数 CINT C的话应该叫Change Change是什么,Change type 转变他的形态 为INT INT就是整数的意思 CINT 然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什么 加上,假设我三个成绩相加除以3的话 那我一样哦 比较快的方法是什么 把这个 再 复制一个好了 打完之后,然后复制之后来改 那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改成第3 这边的话呢 再把它改成第4 然后 1234 然后分别的话呢,把它相加之后 除以3 不过可能要先加了之后再除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先让他 全部先前面帮我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的话呢 再帮我除以3 除以3之后的话呢,再把结果返还到一栏里面去 不过呢,如果说因为他算完可能有小数点 可是我如果今天希望取到小数点的 第1位的话 那我外面再包一个run的 ROUND 钱瓜胡 然后移到最后面 移到最后面之后的话 再把它加一个d点 第1位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要 取到小数点的第1位 OK,那这样的话 我们 这个平均成绩就算完了 算完之后的话呢,再来就是 我如果希望 再来 取得什么呢 这个 一栏算完,再来就是F栏 再来就G栏 那F栏这个怎么做呢 基本上呢 也是类似 这个 好 这边的话呢,F栏基本上一样 把这个 再复制一下 F栏把它改F 那 因为我们前面有写一个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呢,叫什么呢 成绩函数 那其实在表单里面呢,如果你要呼叫那个 成绩函数也是OK的,因为之前我们在模组里面 有写了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成 方选,成绩函数 那其实你可以呢,在表单里面如果要引用它也是OK的 那所以呢,我可以直接在这边呢 F栏 输入成绩函数 他会问你说,你的平均成绩给我一下 有没有 他一样可以去找到那个方选 把它算完之后再帮你丢到F栏里面去 是OK的 那平均成绩给他,平均成绩其实现在的资料是在E栏里面 所以我把这个 E栏的资料 这边把它改一下 改成E栏 好,那我把算完的结果丢给他 他就帮我算出平均成绩 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一样在产生 G栏 G栏的话呢,就是这边改成一个G 然后成绩函数,也许加一个,我看是成绩函数什么 多,成绩多重函数 所以你知道什么,把 那个函数名称改成 这个成绩函数多重 成绩多重函数 然后呢,再把结果算完之后 再丢到G栏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所以 EFG这三个栏位 他就会自动产生 ABCD呢,是从输入表单的时候填进去的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没关系,这边可以设个中断点 我等一下跑的时候,程式会停下来,我们组行来看 那假如说我再输入一个 BBB好了 Enter一下 再输入一个成绩 这个随便输入一个 假的成绩 然后按新增之后,因为我刚刚有设个中断点 所以按新增之后,程式会停在这一行 那我们组行来看好了 现在testbox1里面是BBB 所以你按F8 他会把BBB输入 然后再来的话,再输入,好像输入三个成绩 所以分别把这三个成绩 填上去 那刚刚呢,我没有多做什么 多做那个 平均的部分,所以呢 把它算完之后呢,帮我输出 F8 不过它取到小数点DU,可能刚好整除啦 所以它就是 只有输出80 还是说这里面格式可能也是 被改称 没有小数点 那如果你把小数点 这个打开的话 它会有小数点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 F8 调用那个成绩函数 你会发现呢 它会跳到方选这边来 然后呢,一样 把引数带过来 我们85的成绩带过来 它帮我判断是否 合格 合格,所以 它会把合格带回来 然后呢 直接把合格这两个字呢 帮我顺便带回来之后 Return到这边 就变合格 其他一样 就是多重的话,一样会跳到 方选多重这边,然后判断完之后呢 再把结果呢,显示出来 就完成这一整个流程 所以基本上呢,各位可以看到 做完的 有没有 输入成绩的部分 就大功道成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 把刚刚的这个启动表单之后 在新增 新增里面的话 怎么样填入资料之后 自动把资料填到 这个底下来 的这个动作呢 试着做做看 里面 那程式 大概 就是 按部就班 分别就是 针对A1到G栏 做什么动作 那上面只有多增加 一行程式 主要是去追踪什么呢 你现在应该输入到哪一列的讯息 追踪 这个之前有讲过了 只是加了1 因为呢 我要填入资料是在 追踪到的那个 下一列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接着 对 我们就会 这 内容 这 这 是 这 就是 这个 这 就是 这 这 这